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版斗文化的活字典 他的父亲就是国宝集中破灾林天盛 阿灿施13岁那年就跟在父亲身边当学徒 一路苦熬超过20年 直到他36岁了才开始真正的自己吃国产 但他也从父亲身上学到了版斗的首要原则 就是良心永远比厨艺更重要 接下来就带你一块去品尝阿灿施的良心丘楼菜 真的 好 晚間七點 棕口菜林明燦 領頭端出板豆的第一道開胃菜 冷盤軟絲烏魚子 我們的主菜 開始在這裡 跟大家打招呼 給他你的掌聲 林明燦人稱阿燦師 在晚宴賓前 宛如明星般耀眼 謝謝你的家養 謝謝 你們等一下慢慢吃 我覺得食材的好壞 已經不是台菜最大的重點了 而是料理的手段 在這方面他做得非常精彩 料理實在 然後原本不敢吃都敢避免 對 不敢吃的東西都敢吃 比如像海參那種 就是很好吃 上桌的全是台灣的古早餅 在每一道菜的背後 藏著熬煮45年的真功夫 時間回到中午12點 悶熱的帳篷 是這群大廚的臨時廚房 林明燦穿梭指揮 因為他有個棕破菜爸爸 半豆的程序從小雜根 爸爸的做菜名訓 是唯一標準 直接跟我說 吃的八豆來的東西 不是清的啦 不是那種的啦 看得到的 吃到看不到的 是看不到的問題 你知道嗎 那種的東西一定不會 所以問題一定要做故意 一鍋給護火喉 另一鍋則忙著加料 獨門菜撒椒雞的醬汁熬煮配方 每樣調味料要加多少全品經驗 沒有 都沒有算幾茶匙 沒有啦 外味沒有比例的 有比例我就開花 都要靠口味 靠試 先讓佐料均勻攪拌 再淋上雞湯 小火熬煮後 試味道 很香 不夠鹹 然後再加醬 加一點鹽就好 從十三歲那一年 跟著父親國寶集中泡塞 林天盛到處板豆 林明蔡口中嚐過的古早味 吃一遍看一回 就得牢記在心 像我爸爸 他也不會教我 他就說 看一遍就要記到死了 所以我看一遍就要記到死 有時候我在切菜 他在刻畫 然後我就偷廟偷看 他知道我在偷看 他會放慢速度 十三歲當學徒 熬到三十六歲才當棕破塞 從小工作起 底子打得深厚 一場宴席食到菜窯 在同一時間 各有需要掌握的進度 這一頭將烘仔雞 淋上熬煮好的醬汁 用錫脯紙 玻璃紙層層包覆 送進蒸籠 吹煮入味之後 接著趕忙餵 另一道北菜肉的鹹味把關 結婚 這是先要有一點鹹度 因為生下去它還會出水嘛 你就淡淡的就不好吃 香氣 香氣是那個蔥的香氣 要再加鹹一點嗎 不用啦 先這樣煎 這樣就可以 有鹹了 可以 一起幫忙試口味的 是張鎮明 大家都叫他阿成師 這天負責雕花和切菜 無論是切蘿蔔絲 高麗菜心 還是烏魚子 學習不同刀法走遍天下 現在先留這隻 第一刀 六刀 準備紅蘿蔔跟火柴磅 用一個小刀就可以弄了 牙籤弄就好了 留一次差不多兩三分鐘就好了 右手一把雕花刀 左手腕適時轉動 不靠畫草圖全靠手感 阿成師眼神專注 火柴幫頭畫龍眼睛 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巧手讓小鳥躍上枝頭 當一名小工要學果雕 可是得先在廚房熬三年 一定會切到手 切到手你就要趕快包 還是要在枝頭 以前的學土比較辛苦 像現在 剛去的話兩三年是洗碗跟洗菜 然後看別人怎麼拿 還要幫人家磨刀子 然後慢慢才 慢慢切切 因為手指頭切到 都已經彎掉了 深不值的手指頭 是五十年歲月留大的口迹 談起入寒的原因 阿成師說要從他十二歲 嫩女說起 國小畢業家庭環境部 你就是要出來學 混個飯吃 以前的人就是要出來混飯吃 家裡兄弟姐妹多 大師傅忙著切菜佐料 帳篷內的兩位青年級生 則跟著見習當小工 細心的為一鍋九孔清沙場 我現在在挑九孔的沙場 那我先讓它跟殼分開 等一下客人要吃的時候比較方便 她是臨近婦 因為在自己喜宴上 嚐過了阿燦師的古早餅飲 一吃舊上飲 利用假日跑來學習本的文化 你有看過一個婚宴啊 所有客人都在吃菜 不管台上在講什麼 一點掌聲都沒有 大家都非常專心的吃菜 你就知道那個菜有多好吃 在紅桌台前勤記筆記 林靜芙深刻體會 在所有菜窯上桌前 傳遞的是一名大學問 其實半桌沒有我們想像 那麼容易 它的那個邏輯性非常重要 怎麼說 比如說他們在爆香料的時候 他們會一次把所有今天的菜色 要爆香的那些爆香料 一次弄好 然後再來分批使用這樣子 不會做重複的工 這是我們在家裡自己組 是比較比較學不到的東西 開桌前一個鐘頭 工作人員戴上土巾 換上標準服飾 手頭上的工作也得趕上進度 阿燦師的另一道秋樓菜 紅燒蝦準備下鍋 每天都碰西瓜都採到我的手 你應該怎麼可以燙到嗎 會啊也是會啊 常常燙到啊 不是說師傅就不會燙到 手也常常切到啊 右手拿刀右手切到 就是放著這樣 手一畫過去啊 你看我的手 削得好像鉛筆一樣啊 做菜做到全身是傷 仍然堅持站在爐火前面 不怕熱油燙手 甚至樂在其中 什麼職業都會有傷害啦 但是我還是越做越喜歡啦 為什麼 每個環境不一樣嘛 做外匯不像那個飯店 就固定在那個地方 每天固定的工作 我們這個不一定啊 跟鳥一樣會來會去啊 自己選擇自己喜歡做的工作 是最快樂的 想吃到 想吃的東西啊 想吃的食物啊 能吃到是最幸福的 廚房的工作 正如火如荼的進行 同時間幫傭阿姨前往餐廳 要備妥桌椅擺設 阿姨要看看整齊 這邊要整齊 這邊要整齊 像這個桌子 它有點進氣了 你要把它拉過來 小心喔 好 抬一腳就好 抬一抬這一腳 八號司令的是胡桂園 今年六十四歲 手腳俐落 個子腳小 綠氣卻不小 就是要對整齊 直線 右線 橫線都要對整齊 不然等下老闆會碎碎念 三十年前跟著李文燦的爸爸 學版的 在廚房裡頭 從打雜幫傭做起 就是行話裡形成的水咖 八號司復你要盤子 你要幫他洗盤子 你要那個鍋子 你也要幫他洗 他要什麼材料 你就要幫他準備好 能做還能動啦 還能動就多少幫忙一下 不然做這一份工作 真的是很累很累 有時回去骨頭都痠掉了 只要還能動就要繼續動手做 備菜洗碗翻桌樣樣來 陪著林明燦走過三十年的 絆鬥歲月 你們有在廚房期做很大的爭執嗎 有 常常為了 常常吵架 常常吵架 為了某件事情啦 因為他滿專制的 他要這個 你要這樣子做 就是要這樣做 就是他有爸爸 他爸爸的餘子在啊 要吃啦 在富貴魚上澆油湯 一隻清蒸富貴魚 滋滋作響 香氣四溢 而另一道撒嬌雞 也準備上菜 這道菜是百合招牌 也是爸爸傳承下來的好味道 為什麼叫撒嬌雞 因為我有加那個甘草紋 車下去他會回甘嘛 心裡會覺得好像在撒嬌一樣 也是我爸爸取的名字 因為飯店餐廳都味道變了嘛 啊我不把這個味道保持起來 以後人家吃不到這個古早味了 回到家裡的棕破災 也卸下了廚師身份 在阿燦師家中的廚房 忙進忙出的 是他的另一半李美蓮 和林明燦竭離三十年 李美蓮的一手廚藝 由婆不調教 也曾跟著公公拌鬥當小公 嫁了一位廚師 卻從沒想過讓廚師老公進廚房 嫁過來什麼都不會 後來跟看婆婆這樣子煮 慢慢的學累積經驗這樣子 他上班回來也從來沒有說 進過廚房幫你做什麼都沒有 反正我煮什麼他就吃什麼 這樣就對了 在外是對味蕾極為嚴苛的大廚 但在家裡只求吃得飽就好 而他最愛的古早味 是最簡單的滋味 在麵攤老闆娘的眼中 林明燦只是個謙虛又熱心的常客 我子女到店裡來幫忙 然後那時候他在我子女在切蔥 然後他剛好他就在旁邊吃麵 然後他就看到我子女拿刀子的那個樣子 然後他就教她說你這個刀子要怎麼拿 然後要怎麼切 從頭到尾我們都認為他就是一般餐廳的廚師 因為一直到今天才知道 原來他是那麼厲害的中國人 所以現在我們要煮麵給他吃就有點怕怕的 一口麵條 一口湯 阿燦師的陽春麵 從一碗兩塊半吃到現在 就愛他清清淡淡的味道 最古早的味道 我們台灣味就是靠這個油蔥跟豬油 真的很香 紅蔥豬油是我們台灣的靈魂 台灣味的靈魂 台灣味的靈魂 在每一次的品嘗中傳承 吞下廚師服 戰袍的背後 林明燦寫著堅持了45年的扮鬥餘生 在宜蘭有一隻巨型蜻蜓盤踞在山頭 這裡不但是一個與環境融為一體的民宿 更是一座讓小朋友認識大自然的戶外教室 老師也大有來頭 他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昆蟲學家 到底是誰先賣個關子 廣告回來再帶您一探他的廬山真面目 回到節目現場帶您看看這一個退休教授的圓夢故事 我們的故事主角是台大昆蟲系的退休教授石正仁老師 他是台灣研究昆蟲的權威 更是防治紅火椅的首要工程 而他從台大昆蟲系退休以後 依然堅守著教育崗位的第一線 只不過他的授課對象從台大高材生變成了一般大小朋友 授課地點也從教室裡改到他的民宿 位在宜蘭山頭這個巨型蜻蜓造型的民宿就是他的竹夢基地 當年他花光了所有積蓄 在這裡買了12甲地 但拿來蓋民宿的不到一甲地 其他都拿來做生態保育 他還在這裡種植有機蔬菜提供餐點 所以遊客來到這裡不但住得舒服吃得健康 還有石教授親自出馬帶你認識大自然 讓許多遊客慕名而來 石教授說過程當中他曾經有100次想過要放棄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堅持下來呢 接下來一塊去聽聽他的故事 天上看下來呢 你會看到我們的屋頂呢 其實是四片屋頂 中間呢就是蜻蜓的頭 然後接下來就是森蜓 一隻蜻蜓面向蘭陽平原亭靠 停留此地不是停止 而是一種連續 所以我們看過來了 蜻蜓的尾巴轉了一個彎以後 在這個地方點到水裡面去 那代表著這個蜻蜓正在殘暖 蜻蜓點水意味生生不息 夢想也該如此 那就是一個夢想 我一定要離開台北 因為台北不是我的家啦 那小時候我們就地震比較大 為了要討論 到最後沒有辦法 搬去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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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為了工種 一世人工種也不是頭路 台大昆蟲系教授石正仁 四年前退休卻退而不休 努力延續夢想 直到實踐的這一天 我們整片墻 都是原始的水迷尾 所以整棟建築裡面 你看不到一片油漆 你也找不到赤磚 坐在裡頭欣賞美景 與女人畫家常 賣這麼好的東西給我 為了這一幕美好景象 他們不只花光所有積蓄 頭幾年房子還沒蓋好 天天還得往山上跑 不累了 因為就好像不需要去約會 有人剛剛說我要去約會了 你開多久你都會不覺得累 來這裡我就開始噗噗噗噗 要整地 整地 為何買下一片荒草地 石正仁說 2000年帶學生來做生態資源調查 就愛上這裡 我們以前在這裡 種蟲的時候 蟲在旁邊搏 在那邊搏 我們太太說 這些鯨蜓好像跟我們很有緣 有緣 可是季節性的問題 沒辦法在那裡 有緣就把它留下來 要如何留下 不如蓋一間蜻蜓造型的房子 當時石正仁拿起紙筆隨手一畫 初步構想誕生 當時我們在構想的時候 就是分兩棟房子 這邊蓋一棟 這邊蓋一棟 想蓋蜻蜓造型的民宿 可是艱難挑戰 更不用說兩人對建築完全不懂 太太張聖傑難道不曾想阻止 一個老師厲害的老師就是會去引發學生 所以她會編織一個很美的夢 然後你會去為那個方向去努力 不會想中間的過程 為了美夢能實現 太太張聖傑常出現在工地幫忙 為了跟工人培養感情 不太會說台語的她 還得印起出幾句話 所以木工在訂那個窗簾盒的時候 她就問我說 窗簾盒要訂多高 我說哈 輪我表現機會了我要講台語了 我就像在唱歌仔戲一樣 哈你會比較六十歲 我很得意喔 就是什麼角色都要有 就是那個時候一樣是 我有做過監工啊 然後有要學開那個挖土機啊 台風的時候樹會吹下來 那我必須要像那個樹啊 台風倒下來 我必須要去用鋸子鋸 可是呢一定要有人幫我 把那個樹拉起來 他就是在做這個工作 什麼都要自己做 什麼都要從頭學習 讓夫妻倆吃足苦頭 這個十二年中間 超過一百次的機會呢 你會想要放錢 說我不幹可以吧 還是說啊 做人怎麼要辛苦 涉及到錢的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多少錢 所以我們又沒有蓋過房子 所以我沒有跟建商接觸過 那我們怎麼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的想法 能不能夠落實在這個建築物上面 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它蓋出來 歷經十二年的努力 民宿終於完工開幕 張盛傑心理壓力沒有減少 辛苦全往心裡藏 直到某一夜瞬間爆發 母親節嘛 然後你看到你在過那個 帶媽媽來 然後我要幫她們服務 那我就想到我自己媽 那天的晚上 我真的哭得很難過 然後她不知道 我不敢讓她知道 沒有說出口的心傷 是太太的體諒和貼心 一路陪伴彼此的兩人 夫妻情不減 還多了革命情感 一路來其實 怎麼講 因為你懵懵懂懂也是一天 對不對 然後你在很努力以後 嘗過果實也是一天 那等於說這個十幾年 一直是這樣子在過 那有腸道果實啊 是 那個他們還撿過了 有 一起牽手走過挑戰 腸道的果實特別甜美 甜美的還有 民宿餐點所用的食材 出自他們的農田 那邊 那邊有撒菠菜啦 銅號 跟著夫妻倆 我們來到他們的蔬果園 有啊有啊 因為我種農田啊 我的作物需要塑粉啊 像南瓜 它的雌花跟雄花呢 是異花 雌雄異花 那怎麼塑粉呢 它雌的 或雄的 不會跑到雌的上面塑粉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媒介嘛 所以蜜蜂就是一個 很好的媒介昆蜜 善用過去專業 實證人不只養蜜蜂 來增加瓜果塑粉 就連施肥也堅持天然做法 這個就是對 是用什麼 這個是用巨木屑 然後加那個馬糞 實證人說 噴灑農藥 就能有效抑制害蟲 身為昆蟲系的教授 他比誰都懂 但卻比誰都不願意噴灑農藥 如此堅持 讓周遭人都笑他 太傻 太天真 有啊 有啊 人家說那笑 那種不起來啦 那不好啦 真的前一兩年真的是 全軍覆沒 可是慢慢的 當你有作物 有蟹蟲來以後 天敵其實就來了 所以保持一些蟹蟲在田間 其實對種菜是有益的 慢慢的蔬菜開始穩定成長 還獲得有機認證 沒想到躲過蟲害 又遭逢天災 這個是在颱風以後 唯一倖存的蔬菜 因為它軟軟的 風一吹 像小草一樣 實證人的追夢精神 其實跟小草一樣堅韌 不怕強風吹息 可以進來 就滾 就滾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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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暖的 還暖暖的 抱歉喔 蔬菜爛了不能銷售 還有方法能解決 那我們生產了很多的蔬菜 要賣以前都會把那些 不好看賣相不好的 把它弄下來 那個數量相當多 大概有一半 那些怎麼辦 我們也不能吃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到說 讓雞來吃這些農作物的 殘渣 所以我們的雞是吃有機蔬菜 長大的 吃有機菜已經夠好膩 這裡的雞汁 還能享用蟲蟲大餐 以前我們不是玩那個 棒打老虎雞吃蟲嗎 所以雞本來應該吃蟲 哪是吃飼料 雞吃飼料就很不得已了 為了雞汁能健康長大 實證人特別設置養蟲專區 這邊好像是你的生態教室 基本上是我的樂園 我的私樂園 私樂園不只養蟲 進化土壤 蟲蟲長大 還能成為雞汁最營養的補給品 土壤裡面一大堆細菌 這個蟲蟲它為什麼不會生病 因為這個蟲蟲體內含有很多的抗菌素 這個抗菌素它就是很天然的 所以它給雞吃了以後 雞體內也有這些抗菌素 從蔬菜雞汁到雞蛋 每一樣都堅持沒有藥物殘留 成為最天然的有機食材 哈囉小姐 哈囉來 就剩下這個韭菜了 然後還有雞蛋 那你再想想看 州裡的菜單一年四季都不同 餐點是什麼 取決於菜園有什麼 偶爾我們也要下去採菜 然後回來 然後自己做料理這樣 就是要看老闆他們有種什麼 然後我們以他當季的食材 然後去做料理 負責料理的陳育傑過去在大飯店工作 他說原本只要按照菜單做菜 現在要創意無限 好 好 好 前幾天還剩一點點 我都把它採回來 菠菜炸成汁 變成蛋糕最天然的調色 不會有那個蔬菜的菜裡 都不會 那為什麼要用菠菜來用 因為顏色當然比較鮮艷比較漂亮 有機菠菜做出來的蛋糕內外兼具 美味還得健康 這是老闆娘張盛傑始終堅持的事 就是鹽巴跟胡椒 是說有菜色胡椒嗎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用那個雞高湯 或者是魚高湯然後才去用 我覺得一般的廚師或餐廳 他們是以迎合客人為主 可是我覺得在我們這裡 我們其實希望的是引導客人 就是說讓你來享受我們當季的 在地的食材 然後我們原味 我們廚房沒有味精 沒有人工調味料 食材好料理只要簡單 不需多餘調味 就是最美味的境界 吃到媽媽的味道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們的努力的目標 如果說這個目標我們達成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覺得 這是今年來的 我們幸福是值得的 值得的還有看到客人能幸福 採訪這一天 巧遇情侶在這裡求婚 時政人跟太太張聖傑 就像男女主角的親友一樣興奮 一路幫忙 我們每天可以接觸到不同的客人 他們有不同的喜好 他們有不同的人生經驗 本來我們應該走向世界 去吸取這些經驗 可是今天我們很幸運 因為經營民宿 坐在這裡 世界自動走向我們這裡 然後我們結交了很多好朋友 時政人說 很多客人選在這裡 度過人生最關鍵的時刻 就算無法長相聚 一起共度的美好回憶 就像燦爛煙火 儘管短暫卻能永存心靈 高階禮是一種把高海拔的水梨 嫁接到低海拔果樹上的種植農法 果肉又甜又多汁 但是在嫁接採收完畢之後 梨梗往往成為垃圾 在下一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來看到的故事主角 套一句現代的流行語來形容 就是兩位非常有梗的大學生 他們把農民不要的垃圾變黃金 廣告回來 一起去看看年輕人的環保創意 回到節目現場 帶您看看垃圾也可以變黃金 兩位大學生徐振傑和林毅為 他們有一天意外發現 在高階禮的產地 每到了採收旺季 山頭就會冒出陣陣白煙 一開始他們還以為失火了 但後來才發現 原來是農民把採收完畢高階禮 後來剩下的梨梗 拿來焚燒處理 造成非常嚴重的空氣污染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 兩個大學生突發奇想 就把農民不要的梨梗 做成了食用的餅 不但讓山頭火焰繞繞的景象 逐漸絕跡 他們的梨梗餅甚至打敗了高餅 成為今年台中十大伴手禮的首獎 美麗山景映入眼簾 這裡是台中市後禮區人禮社區 台灣重要的高階梨產區之一 水梨肉質細嫩甜而不膩 每年七月是採收旺季 雖然是最甜美的季節 卻是最不美麗的時節 我們希望高階的產業 不是一個高碳足跡的產業 目標就是把廢棄物變森林物 森林物我們去做妥善的利用 希望需要實踐 徐振傑和林毅維去年暑假選擇進駐這裡 一年實踐過去 他們用梨筆寫下傳奇 今年成功打敗高餅 成為台中十大伴手禮首獎 從真的是廢棄物垃圾變黃金 種離四十多年的陳淑敏 當時也萬萬沒想到 丟棄多年的梨梗 竟然能脫胎換骨 修枝修完之後 就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的時候我就開始嫁接 嫁接的時候 嫁接差不多到四十幾天才會開花 日本梨穗 嫁接到台灣梨樹的地方 就是梨梗筆的前身 要如何完成 他親自示範 梨梗在動式的話 他們都是以削這樣的平面 削一個把它的外皮削掉 這邊叫蟲缺口 缺口緊貼樹枝 纏繞膠帶 等待180天便能開花結果 這個時候水梨被拿去銷售 垃圾卻堆積如山 所以像我的話 我的就一個小山坡 像我堆起來就一個小山坡 那時候 那以前都會把它燒掉 就會看到山頭 大傍晚山頭那裡又冒煙 那裡又冒煙 整座山都冒煙 其實你從進入 從社區一進來 你就會開始聞到一些臭臭的味道 如今社區的農民 越來越少人燃燒農業廢棄物 因為有這兩個年輕人加入 只是知道說 兩位學生很認真 比我們的小孩還認真 還能吃苦 到底有多能吃苦 只見徐振傑和林毅維 蹲在農業廢棄物旁開始分類 以我們的心態 我們是覺得說 怎麼那麼可憐 對啦 對啊 怎麼那麼可憐 還蹲在旁邊撿我 對啊 不要的東西 不要的東西 不只會散發惡臭外 裡頭還藏有許多小蟲子 讓他們想請人幫忙都找不到 最後只能全靠自己 像這種裡面 都還在爛掉 有點像是大顆的酸梅的感覺 它這個把它扒開來裡面 還是新鮮的腐肉 你們怎麼可以講得這麼細 沒有 因為看太多了 我們那時候在山上分類的時候 這些東西已經堆了一兩階 來到他們口中的山上 農業廢棄物已經初步分類 所以眼前的還不是全部 其實社區整個產量大概是這邊的幾十倍 大概是這整個山頭都填滿了量 大概有幾十公噸 然後如果再帶到全台灣地區有重高階 也加起來可能就一兩千噸 想想如果這些垃圾全部燃燒處理 將造成多麼嚴重的空氣污染 不想如此 他們到處拜訪農民 一開始願意配合我們去做的農家 其實比較少 因為大家都覺得 當天的廢棄物 直接把它處理掉就好 我們交給你們 誰知道你們要做什麼東西 把所有的路都騎過一邊 去試看看能不能遇到什麼 在地的大哥大姐跟他們攀談 就是厚著臉明 大哥你好啊 就是採手水梨啊 這樣去找他們聊天開槓 他們認識我們 知道我們有來這個社區 那可能他們不會知道我們在幹嘛 但至少他們看過我們會有一些影響 為了融入當地 說服當地居民 徐鎮傑和林義偉幾乎騎遍了山上 每一條蜿蜿道路 現在我們在採購的時候 就記憶一下 大招 大哥好 你好 挨家挨戶拜訪 時常徒勞無功 內心挫敗感無限 又看同學有不錯發展 徬徨無助的感覺 與日俱增 應該說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 然後有穩定的薪水 穩定的收入 然後感覺慢慢在往前進 然後我們還在這邊 這邊做一些 解決回收啊 或是處理啊 跟廣東 保暖啊 之類的事情 完蛋了 我們這樣做 好像沒有在麥當勞打工賺得多 對啊 那要怎麼辦 就不是困難逼我們去放棄 是我們自己 自己在生活上面沒有辦法度過 那怎麼辦 儘管心理想千百回 也沒有如此真正放棄 反而激盪出更多創意 就是它會有結的地方 它就會稍微便宜一點 然後你如果是對著這個水平面 這樣下去的話 它就很容易會從旁邊跑出來 然後就失敗 原來只需要做一點加工 就能完成獨一無二的黎耿筆 像我們之前做推廣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帶過去 然後就是打卡有小禮物什麼的 然後趁機就找阿姨大哥 一想來看看來看看 他們做什麼 用你們的梗做出來的 比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 還滿漂亮的其實 他們就可以慢慢的 會去願意相信你 當他們開始讚美你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一種肯定 三毫孔的樹梗需要仔細檢查 邊邊角角 也會把它稍微修一下 動作熟練可不是一蹴可擊 那時候第一支筆是拿電鑽 直接在梨梗上鑽一個洞 然後去那個文具行買筆器 沒有工藝背景的他們 到處拜師學藝 經過不斷學習 修正 調整 現在才能成師 教導其他學員 我們沒有做 就是特殊的藥水水面 也沒有上什麼漆 所以如果你放很潮濕的地方 它就容易跌開 所以就是上一層風浪 梨根筆多樣化 鮮筆 原子筆和鋼筆 通通都有 看到兩個年輕人 把不可能變可能 讓居民內心築起的高牆 逐漸瓦解 有別於過往 不再只有兩人孤軍奮戰 六點半的活動中心 慢慢聚集人潮 來到這裡的農民 曾給予幫助 也給予溫暖 當然也有人 一開始 對他們心生懷疑 看到這兩個年輕人 他們 他們這樣 跑來跑去 當初看這個人 他們是在這裡玩的 沒想到暑假結束 這兩個大學生沒有離開 反而留在這個 沒有什麼玩樂 只有青山綠水的地方 今天這種離子 你多一道工好了 你多一道工 把農業費去分出來 但是你可以拿到 回饋金的補助 認真分析 離比銷售狀況 還有如何回饋 讓農民看了好感動 感動的還有他們 根本把社區當成自己的家 到我們家去做藍布 我當時要做個三十點 到我家去做 做到 那天晚上做到三點 我做不了 每個人的家都待到兩三點 都沒有讓什麼玩意 所以有的好 我家跟朋友 那個老師 你以為說 有時候忙到凌晨三四點 他們會直接睡在這裡 因為回家的路太遙遠 這個禮拜最多的話 期間裡面可能要是一個六天吧 從租屋處到社區 騎車就要花上四五十分鐘 直到樓房景色 變成綠蔭樹叢 是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都是住在台中這邊 因為其實我們算一算 今年也要畢業 應該要回桃園 回台北 或是去當兵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問題 還需要我們來做這樣的努力吧 所以我們就繼續留在這裡 留下來 還有很多事情 需要努力推廣 我覺得我們除了拿來做筆之外 剩下不能用的 或是做示範 或是直接數字下來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做成吧 離更筆創造了好成績 他們沒有因此變得鬆懈 繼續把心力投入創新 對我們來說就是 只要是農業廢區可以利用的 它都是一個好的方向或東西 對 然後因為做成染布 其實它的顏色也是滿特別的 就算是可以代表 可以代表水旅的一種顏色嗎 這其實也是我們不斷在 推廣我們的理念 然後去跟更多人去介紹 然後讓大家可以知道這個議題 然後我們就會去關注 然後會願意支持支持我們 折好的布料放進梨汁中熬煮 然後我們用的這個是 就是不鏽鋼的鐵棒 它裡面是中空的 這樣就不會倒熱 來到這裡用雙眼雙手體驗 才能明白各種滋味 就變成說像有一些人體驗完之後 他們回去可能會告訴我們說 好像什麼東西也可以做改變 或者是原來農村是怎樣的樣子 因為我們認為說 雖然是推廣我們的理念 可是有點像是互相學習吧 每次從做中學 然後他們來 很多人就會跟我們不同的回饋 然後我們就去思考說 我們是也可以 就是做什麼其他其他的東西 歷經九小時 攤開來的染布 擁有天然色澤和花紋 如同徐振傑和林毅維 替這個社區染上的色彩 獨特又不失原味 因為是教育大學嘛 都是大學生嘛 都是要殺小孩嘛 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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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國的思考他不記得 他在古代這個 這個江湖在這裡 這樣 因為那個又廢土 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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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高階裡的產地 然後就是大家都務農 就是比較少對外聯絡 然後他們來到這邊 幫我們發覺了很多 我們想不到的事情 待在家鄉久了 反而看不見家的美 來到這裡的兩個大男生 不只發覺當地人沒有看見的美 還讓世界看見台灣 很開心是有企業像我們訂購 要送給他們在國外 在歐洲的客戶 我覺得 這種被肯定的感覺 我們的產品可以當作企業 送給他們重要客戶的禮品 這是有很強的成就感 在創建這個過程中 很多主力嘛 但是主力 你只要慢慢克服他 就會變主力 就像是社區居民這邊 一開始可能很難說服他們 你就會覺得是個主力 可是當你漸漸讓他們認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有很大的成就感 成就感 讓徐振傑和林毅維 想把廢棄物再利用的概念 繼續推廣到其他地方 期許未來 我們不論站在台灣哪一座森林 看見的不是煙霧罹難 而是絕美的天然景色 其實徐振傑和林毅維 這兩個大男孩 會來到台中厚里 這個生產高階梨的重鎮 就是因為他們參加了行政院 農委會的大專神回遊農村計畫 製造年輕人回到農村的契機 同時也為當地帶來截然不同的 年輕新思維 這活動背後的理念也蠻有意義的 廣告回來繼續與大家分享 歡迎回到尋找台灣感動力 台灣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 向來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 不但品質佳 而且價格合理 但是吸引台灣的年輕人 投入農業的誘因似乎是越來越少了 於是行政院農委會推出了 大專神回遊農村計畫 希望讓年輕人在求學階段 就有機會接觸認識農村的改變 相信在都市低薪高物價的壓力之下 年輕人透過了回遊農村 也可以看到未來不見得只有一個方向 而是要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勇往直前 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看到幾位故事主角 他們也體現了這樣的精神 而我們會繼續帶你去尋找這股感動台灣的力量 感謝您今天加入 我是陳嘉儀 我們再會 一次為定 留意為了 一整個人綿子 長子 成功 聖地 轉到水 成功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